在北加州的盛河溪慈濟人文學校 舉行了結業典禮 不同於往年 今年的師生還有家長 是一起演繹水綻 同時如宿一個月 在上場前 家長們做最後一次的演練 為了要上台演繹水綻 早在三個月前就密集在練習 上禮拜拍演發現說我們都忘記 所以我們上禮拜 我跟小孩每天晚上都看YouTube 然後一個人練習 盛河溪慈濟人文學校 今年的結業典禮很特別 不只是學生上台 老師和家長也參與其中 但要記經文又要記動作 真的不容易 一定會有很多的障礙 因為你要成為菩薩的弟子 就會有障礙 那你就是願有多大 你的力就會有多大 不但是如此 推動無宿一個月 技術不是那麼難 好棒喔 鼓勵鼓勵 來 我們來看前面 孩子們帶動家長改變了飲食習慣 即使爸爸出差也能夠堅持要吃素 他沒有吃素的 所以跟他們出去 比較煩惱一點 去找東西吃 對 後來都可以了 還可以吃得飽了 肉很想吃的時候 不過人家就過去了 所以是沒有那麼簡單 不過是可以做得到的 全家一起圓滿水顫演繹 以讓過去認為的不可能成為可能 在新聞真上美職工 陳彩和菊佩玄 蔡金滿 美國報導